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了身体健康 不少人定期都会做身体检查 但坊间的体检套餐花多眼乱 大家会怎样选择? 都不知厌些什么 可能这个会好些 但太贵了 这个 为什么是这个呢? 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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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问题 不用出到那么全面 价钱第一 第二 考虑他的计划里面是全面 我最喜欢BodyChallenge 就是让东西全部查完 所以就会看看他的项目是什么 还有也会看他的口碑 这样看其实应该这个更划算 好像因为他多些项目 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 好像特意用项目来吸引人 不知道他出来的报告 是否真的 是很详细 医生说 有些市民会以为 检查的项目 越多就越好 就算厌多了都无坏 其实这种想法 并不正确 绝对是一个误解 其实我们都很明白 一般市民都希望 透过一些大包围式的检查 希望及早发现自己没有隐疾 其实医学界对于这种方法 其实就不是很认同 陈英豪说 有些很常见的体检项目 其实只是适用在已经有相关症状的人 如果不是 可能会越严越混乱 譬如ESR ESR是豪血球沉降率 这个ESR是一个很常见的血液检查 ESR高 代表身体有些地方发炎 譬如有些人 他可能年纪大了 或者怀孕 ESR都可能会不正常地高 反正如果他有某些 特别的血液疾病 ESR都可能会不正常地低 变成是纯粹ESR高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难解读的检查 至于大家都很关心的癌症 有些体检套餐 可以选择不同的肿瘤标记测试 每加一项就另外收费 其实所谓肿瘤标记 或者这些癌症的指数 是一些细胞 一些细胞当它产生病变的时候 它会过量分别一些不正常的物质 陈英豪就解释 这些肿瘤标记 是用来辅助监察癌症的病情 但就不是一个理想的 西查癌症工具 因为这些指数的高低 原来未必可以反映到 你是否有癌症 检查不到你高 它不能让你有癌症 反过来 检查不到你正常 也不能说你是没有癌症 因为有些专家的意见 发觉 譬如说大腸癌 大腸癌大约只有一半 或者八成大腸癌的病人 它的CEA会高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 一个癌症指数正常 你就没有癌症 其实又不是的 最好的做法 你有任何的担心 有什么怀疑 其实最好请教你的家庭医生 等他帮你做一个身体检查 再等他判断 或者跟你商量 究竟你适合做些什么的检查 好久不见 早晨 Grace从来都没有做过身体检查 直到年多之前 敲喘去提急症 才知道自己有血压高 他说想做身体检查 都不知道可以怎样选择 价钱由几百元 至千多元 或者几千元 或者过万元 因为我不知道他给到什么 例如我过万元的 我不知道他全面 或者几千元的 他能不能做到 我想知道的需要 是 陈医生 今天有什么帮你的 其实我想做个身体检查 最主要看我的血压 比较偏高 在这个年纪 安排你做body check之前 其实想问一些资料 你本身除了血压高之外 有没有其他病患的 烤喘 是 还有呢 都没有什么 都没有什么 你不是只有血压高 才会有心脏病 才会有中风 你要看你有没有其他功能因素 可能我也想帮你验一下 神 例如神功能 那些是验血 或者验小便 看看有没有过量的蛋白质 这些都是某程度上 反映到可能你的肾 是有问题的 卫生署说 一个全面的健康检查 应该包括病历分析 健康风险评估 临床检查 和针对性的检查 坊间有些体检中心 头三个部分 只会用详细的问卷调查代替 而体检报告 也是由医护人员去分析 而不一定由医生去负责 其实我们都很建议 任何的检查报告 最好是根据医生的临床诊断 和配合临床的病徵去解读 有个叫ALP 即是简性磷酸酶 它是肝功能测试 很常见的其中一部分 问题是原来ALP高 不一定是肝的问题 原来有部份人士 骨头有问题 例如他刚刚受过伤 有骨折 或者是骨癌 ALP都会高 所以其实医生的检查 或者解读是很重要的 或者不要纯粹相信那个检查 那个写明是肝功能 就是ALP一定是肝 其实就不是那么简单 这部是全血障仪器 可以帮忙看看有没有贫血 或者其他的血液疾病 是体检很常见的项目 把血液的样本放进去 不同种类的血细胞数量 就一清二楚 血里面有三种血细胞 白血球和血小白 以前可能会用人眼器 顯微镜体 但现在的自动仪器 都会出给你了 这个会 比如说 我不是 我有感染的 有发炎的 中性白血球会高一点 例如我会有病毒感染的 很多时候 淋巴细胞的白血球会高一点 为什么你说血传机这么常规呢 举例子说 血色素 加因因为其实贫血 是一个很常见的症状 当然你说 我不是在临床 看到他的面色很白才算 那倒是不够 就是你做测试 不是 血色素真的低了 那就变了一个很客观的指标 这一棟栋树 你都见没有英文字母 如果有H 即是说那个数值是偏高 L是偏低的 你见这个标本 基本上都没有字母在书 这个个案来说 所有的数值 基本上正常 如果血色素是偏低 你看到L的话 这些红血球相关的指数 就会帮到你说这一类的贫血是哪一类 业社评教授提醒 做身体检查的时候 要明白任何测试都有它的局限 所有如果说有阳性 有阴性的测试 都有机会有假阴性 有假阳性 所有市民都要特别留意 很少测试是100% sensitive 或者100%突异性 就算很可能只有90%多 如果出现阳性 但是假阳性 他要做多些测试 再去跟进是否真的有那个阳性 当然最后如果是没有 就是开心 但是变了他会担心了一段时间 假阴性 就是说 当事人其实有那个病 是那个阳性的 但是测试 说是阴性不是阳性 那就是变了 不会预早知道 这个人有那个病 那就变了他就不会去跟进了 业教授也说 很难单凭一个测试 就可以判断有没有患上某个病 通常要做一系列的测试 互相对照 同时配合医生的临床诊断 所以 由医生分析和跟进身体检查的报告 是很重要 有部分的健康检查 医学界已经证实了 可以帮助我们预防和提早发现 忍疾 特别建议45岁的人士 最好每年去掩验血糖 因为糖尿病是一个很常见的疾病 如果我们及早发现的话 就可以透过生活的习惯改变 或者药物控制 去及早控制糖尿 去避免病发症 年龄介乎25至64岁 而有性行为的女士 最好去定期接受拍摄每边检查 如果你头两年已经检查正常的话 之后就可以每三年再检查 至于大腸癌 现在医学界都建议 介乎50至75岁的人士 可能每一至两年 接受大便引血测试 或者每五年做做月状结腸镜 或者每十年早召大腸 总括来说 你最重要要留意自己身体的景象 例如你自己有什么不舒服 有什么特别的担心 最好真的请教你的家庭医生 拿他们的意见 让他们去决定 你究竟需要做什么的检查